主持朱丹 欢迎大家回来 CHEST 和你CHEST的第三个环节 上一个环节就与借源谈有关居住的问题 刚才也想问一下 除了公屋、轮候、私人发展商供应的问题 其实现在也有一些过度性房屋 很想问一下Tony 你对这方面有什么建议和有什么更加可以优化的 刚才Anita在上一节也问其中一件事 这个问题你怎么帮呢 我过去提出了有三个上 就是上楼、上车和上进 上楼就是轮候公屋 排队好像很长,增加供应 但是我觉得上楼就令到人现在来说 很多时候好像世宅那样躺平 因为要符合那个 新金收入和资产 资产 资产资产 对了 这方面很多人就住得很开心 这方面动力就减少了 所以我觉得应该多些关注 和多些资源是怎么帮人上车 就是你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单位 你买了一个小的单位 令到自己有个动力一路改善 越住越大,越住越好 这个又要动力 就是说你在工作方面 怎么可以升级 怎么可以 你的价值可以提升等等 现在都是要用资源的 无论你是多建一些公屋 还是多建一些 资助出售的 那个房屋 这个其实说我供不起 我刚出来做怎么可以 所以你要想一下 是不是好像行银行很多时候 吸引人来参与做银行 你贷款按揭的利息 就比外面市场低 这个当然是要付出 但你付出要计算数 那你可不可以低息 低息一点 给那些合乎资格的人 可以买 另外就是漸进式的按揭 我们经常看 什么意思呢 最初你新入 比如说最初你刚出来做 那几年,五年 那你收入少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先供少一点 将后期 譬如五年之后 供多一点 十年之后再多一点 等等 那这方面呢 其实你要看回香港 私人市场的按揭 一般呢 虽然你说是做十几年 二十几年 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不够十年 大家就还债 是啊 为什么呢 其实它会一直升级的 这方面呢 它就很快就可以供满 那它就供满了 它就可以换楼了 那这方面呢 所以我觉得呢 第二那个上车是很重要的 首期都是 其实上车首期是很重要的 是啊 没错了 这方面呢 其实政府资就出售的那些呢 很多时候 银行的风险低一点嘛 那它肯做多些 按揭的乘数的 那么八成 或者你说九成 行不行呢 这些其实政府可以在这方面做 那政府又很担心啊 说不做就很简单 我说风险大了喔 到时候有什么问题 我不是要什么 但是你要想想 现在我们用这么多资源 去建 出租公屋 用这么多人手去管理 还有维修保养 那都是钱来的 是 都是资源来的嘛 那上车呢 刚才我说了往往就有上进 我们自己经历过 最初住的单位 都是供款 就是按揭方面辛苦的 但是呢 就随着自己的年资 一路增长 有努力呀 那升级呢 那在这方面呢 又可以 换一个大一点的单位呀 就住得好一点呀 那这些呢 其实都是会增加 你那个往上流的动力 对社会有很大帮助 因为你那个价值 越来越提升呢 帮到的社会 在经济发展呀 在民心方面呀 等等 所以我其实强调这件事 那至于你刚才说了 就是好像Test说 喂 那现在来说呢 就是面对 如果你建公园房屋呢 虽时呀 动作都在说 即是五七年呀 嗯 所以政府就想一下 喂 因为刚才那个面对的问题呢 怎么改善那些恶劣的居住环境的人呢 产生那个对社会的价值很大呢 可不可以快一点 所以有个过度性房屋 和这个 这个简约公屋 嗯 其实希望快一点 嗯 其实最主要快一点 那现在你说 就是可以是 选择公屋三万个单位 嗯 希望呢 明年开始开始就落成了 那后年又多些 那么在这个任期之内呢 就是会完成到三万 改善了三万个家庭的居住环境 那么这些是 採取一些临时的措施啦 那么长远来说 刚才我说了 不再重复啦 长远一定是 帮他上车 令到他有自己的 拥有自己的单位 那么有资产的喔 因为那个楼市 你看回呢 二三十年呢 如果你这样看 永远都是升的喔 是 所以有个资产 其实中年 我想很多人都想知道 这些过度性的房屋 是不是去到某个年度 某个年份又拆了它呢 其实现在政府当然 你用那么短时间 花那么多时间 无论在资源和环保方面 都不好的 那么怎么可以重用呢 其实是强调这件事情 是重用 那么现在政府是努力在做 那么最近呢 就是第一批那些 比如在深水埗那些 过度性房屋呢 其实都已经在 别的地区那里重用的了 那么长远来说 你说三万加了 这个整两万 整五万个单位 是怎么用呢 政府在这方面要想的 当然不是一下个个到期的 那你就有个计划 时间表 怎么用 那么有些可以用在 那些地盘 亦都可以用到 有些可以重用 因为 过度性的 永远我觉得 都有需求 只是个量的问题 会不会永远都是这么多呢 如果永远都需求这么多 就是失败的 其实我就有一点点留意 就是有些过度性房屋呢 都是一些很漂亮的地段 是不是这个 你怎么看法呢 这个呢就是平衡了 因为 如果你帮那些家庭 他通常都会考虑 我来个工作远 交通费 附近方面呢 就是我已经熟习了 或者我的小孩上学 如果你要他去很远的时候 他会考虑这个因素 那怎样呢 其实你 如果个个都是住一方面 就不行的 那有些远一点的时候 你的配套怎么样了 交通的配套 怎样协助 那些小孩 是转校 如果需要的话 这些等等 其实都是整套去考虑 就不是单一的 所以我觉得 在现在来 政府已经洞悉了这件事 所以你看到 有些较为偏远的 都很多人乐意去住 因为他那个居住 还整改善 你又有配套给他 令到在这方面 就不会太担心 也都不会产生不变 太多不变 所以他也是一个选择 嗯 好了 Tony 就这样 今年的2月 就政府有一个新的预算案 都很多赤字 整个千亿的赤字 那郑英员 你觉得 怎样可以令到政府 可以安全度过 这个这样的赤字 以及可不可以开言折楼呢 这方面呢 当然我们有这么多 他们团队都很聪明的 司长 也都在这方面 我觉得应该有些想法的 不过作为议员 作为市民一份子 当然希望 其实我都想说了 香港有很多 有部分人 是需要政府的帮助的 在这方面呢 在这方面呢 就是要有些支出 但是呢 钱从何来呢 所以发展经济很重要 我觉得现在来说呢 香港是什么呢 向来的成功呢 我们的优势在哪里 其实你加强的优势呢 在这方面对香港来说呢 那个价值会提升 那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其实 我们的优势就是说 在过去来说 是几个 税率低 税率低 简单 这些我觉得 尽量不要改变 没有加税 没错 加税来说 在现在民生 就是大家这麽困难的时间 不是最好的时候 另外就是说 我们在金融 和国际性方面呢 我们要加强 当然现在面对大环境 可能欧美 各方面呢 对我们国家 甚至香港在这方面呢 都有一些打压措施 那是不是整大饼 不是一定是欧美的 其实你现在中东啊 或者 1816 是的 东盟啊 等等呢 在这方面 是不是可以加强一些 他们宣传啊 吸引他们来香港 投资啊 香港其实有 拥有这些优势啊 那法制很健全 是 在这方面呢 亦都公平透明的政府制度 这些等等优势 那还有我们作为交通的枢楼 在这方面呢 现在我们面对就是说 那些飞机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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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些 其实都不够 你抢人才啊 各方面呢 其实是需要的 需要在这里提升回你 令到你作为一个 就是我们一个 国际的交通枢楼方面 不要失去这些东西 但政府的收入少啊 最近这几年 买地的收入少 那没有钱了嘛 那这个造成那个赤字的预算 会不会这个都是一个很大的原因 这个长期赤字呢 就是不健康 也都不符合基本法的要求 那这方面呢 就是短期的香港外 因为向外经济呢 有不同的 就是升级跌 大家要接受 那长期不行的 那所以 刚才说了 就是怎样令到 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可以提升呢 从而呢 在税收方面 增加收入 因为公司如果赚不到钱 利得税减少 薪金收入减少 那自然呢 出现问题 但现在薪金来说 基本上呢 因为那个 就是 就业率都很高啊 是 那这方面呢 应该就是 大家对于 那个薪金方面 那个收入来说呢 都是有提升的 但是 利得税 公司方面 赚不到钱呢 就值得去关注 和想一想 你刚才说的 比如 比如买地啊等等 楼标啊等等 其实 我刚才说过 你真的要研究一下 那个制度上 嗯 是不是将那个风险 全部摆在 就是 发展商 或者投标者呢 这方面 嗯 做当然是简单了 就是你做了 不关我事 就是作为主持的 政府的官员 就是这样想 但是这件事情 是不算实际的 所以出现楼标 是不是就是 风险可以分担 但是收益也都要分担 没有理由 只是有义务 没有权利的嘛 是吧 就是比如说 大家对几年后 之后可以改善 刚刚地 发展又完成了 那么 那个有 那个很好的收益的时候 是不是政府 都要分一部分呢 那么 这个就是涉及整个制度的 一些改变了 现在呢 卖地很简单 卖断的 一不过 但是大家觉得 喂 未来好 风险很高 我落标 落得很低 或者我甚至不落 等等 那么这个呢 令到那个吸引度减少 你可不可以在这方面 想想办法 吸引到增加之中呢 又可以令到将来 如果是 那个市道 好了 政府可不可以分一杯金呢 收益方面 这些都是整个制度上的 要去研究 以及去修订 你好像这方面有一套的想法 就是连那个保地价 你都觉得可以用这个原则 是吗 其实可以的 你不要一次过收一筆 是 你收 大家 譬如说收不是那么高 考虑风险的问题 预多些 那就收益自然低了 但是同时来说 将来如果出售 超过某个限度 有个分成 越超过基本的数字的时候 越高的时候 政股的分成 占的比例越多 自然可以推动 有关投资者 甚至发展商在这方面 做得更加好 从而令到售价 可以更加提升 这方面 其实过往 我都有提议过这件事 在市居重演局 都是现在采取这件事 他心想不知 之后如果超过某个收入 他都会分成一部分 那你会继续和政府争取 这方面 我其实也会 同才也提议 因为这个就是需要一个制度的改变 需要下势去研究一下 面对的困难是什么 有没有得益 接受的程度是怎样 等等 不过我觉得应该是可硬的 是 Tony 刚才你说的 政府有赤字 又要开源拙楼 都有谈过这个问题 但是同一时间 又怎样可以输解民困呢 是否两个都未必是赤字 你刚才说福利 我经常都叫政府 研究一下我们给那么多资助 或者福利出去 有没有重叠 有没有被人滥用 前段时候就说公屋库户等等 那些资源就被人滥用 其实很多人都自己都相当有这方面的能力 那为什么还要霸住那间公屋单位呢 这些等等 其实都是重要的 你不要想 譬如我们过去福利方面的增长 那么多 就是50%以上 是不是有些资源上的重叠 是不是对症下弱呢 其实是值得重新去想 政府这么多局和部门 都是在这方面做工作 一齐来说 我觉得是可以在这方面 善用了 善用资源了 多谢谢议员 下次再继续谈